大家好 欢迎您一起加入11月22号的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宇兰 为了宣传即将在成功镇农会海滨公园登场的 东海岸祈渔祭以及祈成节活动 台东县政府今天举办了 东海岸祈渔祭三仙台祈成节开幕记者会 并且也正式的宣布 启动今年度成功镇两大重要竞技作物 祈渔以及祈成年度庆典 更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台东做客 一起品尝东海岸的当季美食 每年11月正是台东县成功镇标祈渔的季节 也是祈成盛产的时期 而为了宣传即将在成功镇农会海滨公园登场的 东海岸祈渔祭与祈成节活动 台东县政府今日举办 东海岸祈渔祭祭三仙台祈成节开幕记者会 并正式宣布启动 今年度成功镇两大重要竞技作物祈渔以及祈成的年度盛典 而为了提升相关产业品质 台东县府表示 县府也积极提升在地渔港建设 包括补助新港区渔会 新建台东第一座渔火加工厂 完成长宾溪码头建设等 而渔会早期新建的制兵厂老旧失修 县府目前正与渔会 协力争取制兵厂重建经费 此外新港公厨与党堵墙整建工程已验收完成即将启用 非常地感谢 因为每一年几层跟祈渔季都同一个时间 那今年又特别 一起举办记者会 其实让我们看到 镇上的一个环节向心的力量 那我们也相信成功镇 在农会跟渔会的吸手合作之下 一定有一个更棒的未来 除以之外 其实我们渔会的现在渔采加工厂 也在处理其他的渔种 农会的部分 其实长宾农会跟长宾渔会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协助 那未来我们也期待 在我们跟农会的合作 希望能够提出更多 更多看我们能够怎么样协助 今年祈渔季与启程节活动 将在25号举办 是东海岸的年度盛事 也是农渔民欢聚庆祝的重要活动 而祈渔季活动 除了安排金起院超强卡司 并又结合新港鱼杠在地 祈渔特色菜色的 1500人半桌饗宴 活动当天也会颁发年度标骑渔王 最多为奖以及最大为奖 此外 今年度的三仙台祈渔 虽然经历台风 造成部分灾损 产量部分减少 但仍有丰盛的过时 活动当日则会聘请专家 对祈渔办理外观 风味 果形 甜度等项目 进行评鉴 选出年度的果王以及果后 祈渔境预定在11月25号 星期六来举行 然后我们今年也办理了 千人的一个伴奏饗宴 台东县府表示 希望透过联合宣导 让民众加深起于佳琪城 等于成功好滋味的印象 更感谢辛劳的农友渔民 也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台东做客 一起品尝东海岸当季美食 自判罪 台东市报道